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小心在行李车撒了一些酸剂 还引发了火 差点把火车给烧掉了 因此他被开除 对于年轻的爱迪生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却也因为如此 他开始对化学酸剂还有实验感到兴趣 直到最后变成了发明家 危机是危险和机会两个词组成的 每一次的危机都有两个选择 如果你选择停留在危险中 给了敌人机会 那就只等着被吞吃 但我们可以选择机会 一个让自己成长茁壮 从前封闻主的同在 现在能亲身体会神祝福的机会 每个无法继续的时候 是另一个开始的机会 没有苦难 哪有危机 有而挫折 才能重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的主耶稣 生活中很多的事情交织在一起 好像一张无比巨大的蜘蛛网 将我困在其中 越是这种时刻 我都会想干脆就算了 但又不甘心成为猎物 被吞吃殆尽 求主家庭力量 让我有选择成长茁壮的机会 陪伴我 在等待中 不时盼望 虽留锐 仍有信心 心里难过 却有依靠 有委屈 仍然心平安 谢谢主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嘿 亲爱的家人 今天礼拜三 这周已经过了一半 不知道你过得如何 这周的我 其实过得有点混乱 每天读圣经 与神对话 知道了很多信心的方法 封闻很多见证和故事 但是当事情直接到你面前的时候 还是会习惯用自己的老我去面对 继续向前 邀请你继续奉献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威养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